散热族群的骑鸿 今天股价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了 去年一整年散热不好过 第一个PCPC的需求疲软 第二个是伺服器 伺服器过去一年当然出货也相当的疲弱 以至于很多的散热族群 包括了营收啦股价都受到压抑 但是今年不一样咯 首先大摩说PC 国地有机会到了Morgan Stanley 先看好了齐鸿 但齐鸿已经创新高了 下一棒是谁呢 玉堂 请您上台来 AI的火热加上了现在外资的寒买 散热族群下一波你觉得怎么走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这个热度才刚开始 应该这么讲 有一些刚刚谈到像齐鸿已经上去了 但是整个族群刚刚也扫到 整个买气非常的强 那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刚刚做好待到 比如说NB他是走一个叫利空出境 但是我觉得真正成长的关键动能 应该是电动车跟AI 这两个是未来散热最多的 因为第一个像电动车里面 电子设备越来越多 像之前剧民有谈到的一些自家等等 这个又要用到的晶片 高速的运算 甚至一些A-10这种辅助驾驶的系统 那其实这些电子装置最怕就是过热 有时候我们用手机豆沙 有时候突然会很烫 然后整个手机有时候感觉荡荡的 用电脑也是一样 有时候你的散热没有做好 或者那个CPU跑太快 玩游戏就卡卡的 对也会当机 有时候你就要再重开机了 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他过热 那电子设备就在电动车里面 如果你的散热没有做好 那想当然了会怕他会当机啊 影响到整个汽车的运行 这个影响到如果汽车电子设备的运作的稳定度的话 就是因为你散热没有做好他过热稳定度就会下降 那这个就会产生行车安全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在电动车里面电子设备越来越多 他用的散热一定要做到更好 然后更稳定 所以散热这一块是随着电动车的一个成长 它是相辅相成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最近甚至今天我们也有谈到的AI这个产业 因为晶片的效能一般的伺服器就我们讲不需要那种高速的运算 但是所谓的AI大家都知道很聪明运算的很快 可以回答你很多问题 代表说它的运算的一个层级是更高的 那这个晶片运算效能越来越高的话 当然它的耗电量它的功率它会更高 那一般来说当晶片的功率 比如说超过这种500瓦这个单位以上的时候 传统我们可能用一些叫气冷散热 可能就是那种风扇去做一些散热 如果家里你看你的那个桌机都知道 有时候常常会有那个风扇的声音 一般都用风扇散热 但是如果你到AI伺服器更高的等级之后 慢慢会发展成比如说叫易冷散热 什么叫做易冷散热 易冷散热它分两种 有一种是用有那个水冷管 经过了这个相关的伺服器的这个去做散热 比如说它用水冷 然后把你的这个运作的温度下降 然后再做一个循环 相对于你用只用风上去吹的话 水冷的散热的效果会更好 甚至是有气冷加散热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易冷散热再更进阶一点 叫做静默式的散热 就是把你的整个伺服器的主机 泡在一些特殊的液体当中 应该大家看一些 应该之前飞环的新闻 我觉得也有介绍过 就是把主机都泡在这些特殊的液体 那它的一个散热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顺着这个居民有谈到的这个减碳 那伺服器它是耗电量非常 资料中心是耗电量非常大的一个建制 那你如果未来这些厂商慢慢的 因为是从气冷 易冷到所谓静冷式的散热 那它的一个减碳环保 可以省电相对是少30% 所以同样的你未来盖这些资料中心 慢慢的他们都会转向易冷散热 这个因为比较高阶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可以让系统的运作也更为稳定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刚刚谈到散热 为什么在最近大摩会给它一个报告 是调升平等 我觉得就是来自于电动车 跟AI伺服器的需求 未来是看好的 好我们以前以为是NB是PC 但是接下来可能需要散热 在市场更大的是在电动车 你看一台车子这么多的电池 这么多的这个功能要进行运作 再来是AI的伺服器 齐鸿已经先功高了 下一档齐鸿是谁 好我们来看 那我当然分几个区块 第一个像是做风扇的两档 就是见准跟圆山 那见准部分 它第一季财报公布不错 毛利率是创下2011年来的新高 那当中有谈到 因为像是网通伺服器产品的出货比重增加 那这两块市场就是 产品的单价是比较好的 那第二个就是圆山 那圆山是因为它是汽车散热的部分 它是打入比亚迪跟福斯集团 台湾的供应链 它在欧洲市占率很高 有高达40% 因为光是接福斯集团的单就非常的多 那我们看这两家的K线 那渐转算是这一波蛮强势的 今天外资也大满 那原则上这档个股 我觉得空不守着 你就先等一下好了 因为它算是涨三根了 那你可能错过了这一根 你今天早盘又没有再追进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等它先拉回 因为极短线这三天 喷出去的幅度比较高 但是因为它的多方的趋势还是很强 因为这个将近一个多月的横盘整理区间 是做用跳空开高做突破 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表态 所以我会建议 想要参与见准的投资人 就等拉回你再买 拉回到什么时候 五日线 等五日线勾上来 五日线因为这几天 因为这两天想涨 五日线之后会这样勾上来 那可能等股价有稍微接近 触碰到那个五日线左右 我觉得那时候再去买会比较好 这以前因为以前都是这么温 这么温 结果没有想到外资已经买了一缸子了 创高外资继续买 这种个股的操作节奏要怎么拿捏呢 第一个当然你比较有耐心 像刚刚做华谈到的 你可以在外资这个时候买的时候 你就跟着做一些布局 当然你错过了 你现在要买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说 做短 做短 那第二个当然你不一定要买它 我觉得因为同样做风扇的 我们看原山 价格就它一半 我们来看原山 我觉得原山看起来是 也蛮有机会 因为今天这一根 我觉得也算是蛮强势的突破表态 然后再加上刚刚我们有聊到 外资也在买原山 这一个多月他也买了2000多栈 也是默默的在吃货 那因为见准可以这样喷三根出去的话 以原山来讲 不是说它一定会喷三根 但是以它的本益比 甚至今年的接单 我觉得应该也不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这个 这一波的颈线压力 大概36元左右 是上礼拜才做一个带量的突破 那原则上 当然这场个股 今天这一根冲出去了 我会建议 你可以先抓红棒中值的一半作为观察 如果说日后有回撤 因为它这是一个重要支撑 因为今天是带大量 然后一根长虹出去 那这一根红棒 我会把它视为更强的发动点 因为这一根已经是转强的发动 然后休息 然后今天又在攻 所以红棒中值的一半 也是这个黑黑的高点 差不多大概可能38 39左右 作为一个支撑参考 那大概顺着我们刚刚谈到 见准都可以喷三根上去的话 那我觉得原删的部分 应该还有机会 从这一根红棒之后 再往上冲出去 所以这也是 手脚要快一点的短线操作 我觉得OK 但不一定说极短线 但是我觉得因为外资这样买 我们刚刚看到像见准外资 是买3 4月就开始 一路买上来 可能第二季 我觉得在第二季来讲 整个散热应该 还会是吸引的焦点 OK 这是原删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一冷散热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未来AI伺服器 绝对会用这个为主 只是现在还刚开始 慢慢导入的阶段 那第一个是比较高价的围影 围影它是在 去年有入股这家国外公司 叫Requist Tech 就是专门做一冷散热的公司 然后同时它跟3M合作 我们刚刚说我谈到 它泡在这个比较特殊的 那个不导电的液体当中 那个液体几乎啦 大概就是3M算是全球 就是最独家供应的厂商 那他们是共同开发 这个一冷散热的方案 我们看一下 围影的K线 围影其实在前一波就很强了 其实这个当时走的 就是走整个AI伺服器 只是说现在围影的形态上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法人都还在买 但是看起来有点 讲不上去 对 有点讲不上去 就是说短中长期 均线纠结在这边 那我会觉得 如果以我的操作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会先观望一下 当然如果说你资金够 你可以先买一点 那我很简单 我大概如果操作这档个股 我的停损会这样设 因为比较担心它上不去 然后外资会不会转卖 有点做头往下 那你就设这个前波的低点 大概可能抓1000元 或1050或1100 作为支撑参考 假设万一真的运气不好 外资转卖它有点高档休息 那破这边也停顺 那如果你是不想要 在这个地方去堵它 未来怎么走的话 我觉得你就等均线看日后 它如果是纠结完翻阳向上 外资持续买的话 然后出现比较明显性的增量 因为它最近是亮缩 有没有发现 最近它比较亮缩 如果出现增量的红K 你那时候再进场 我觉得都还来得及 最后就刚刚谈到 静默式的散热 就是你要把这个主机 都浸泡在那个议题当中 那那个机壳也比较特别 那两家指标股在做 就是银帮跟秦城 那银帮是去年以来的大标股 我们等一下看K线就知道 它去年赚11块 本益比大概16倍 那我觉得比较委屈一点 是秦城 它去年赚8块 以现在股价来亏估 大概本益比就10倍 那银帮因为 真的去年以来 营收获利都不错 那今年公布出 2月单月之节 1块25也很好 那转亏为盈 AI伺服器的阶段 能见度高 那秦城 它在日前就有谈到 它新一代的 艺人方案的 伺服器的金箱 预计下半年 就会开始出货 而且它今年 有加益的新厂 开始加入营运 所以整体的营收 应该是逐迹逐迹的往上 我们来看一下银帮 银帮已经先涨过了 对 它从去年50多块钱 到现金上涨了四倍了 那目前的形态 当然我觉得 有的我觉得你当然抱着 我觉得空手者 你就不用太琢磨太高 因为这已经涨了四倍 前面你都没有参与到 你不用再去说 后面我还要赚它多少 那银帮可以这样上来 我们看8210的秦城 来看一下 因为同样它也是 伺服器机壳当中 我觉得蛮具指标性的公司 但是因为它本益比 我刚才谈到 比银帮还低大概十倍出头 那这场公司 比较现行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 它在这个地方 收了一根带量的黑K 往下做休息 有低点破了 对 算是出量低 对对 然后当然这个地方 算是差不多这一波重要 大概抓 大概七八八十分 在整数参考 外资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卖 对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 外资卖卖卖卖 卖了这一阵子下来之后 股价看起来有打了一个 双脚的味道 而且现在股价 占上所有的均线 我们放个投信 虽然外资卖 但是投信在这个地方 却开始小量小量的吃货 那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地方 那这场个股 我会建议这样做 因为第一个 这个地方的压力 当然是蛮大 九五点五 那以目前来讲 它的技术面 它告诉我们 底部大概确认了 然后这一波投信再买 股价又涨上所有均线 所以你差不多 这个均线纠结整理处 大概就是八二点五到八五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蛮强而有力的支撑 好了解 谢谢玉堂琴回座了说 散热最近已经成为了新鲜学了 但是齐红已经标新高了 哪一些在接下来 有机会有比价效应 有机会后来居上 这些 这些是未来 不管是传统式的散热 或新式的液冷散热 或者最后一章 玉堂告诉大家 所谓禁模式液冷的四伏气机壳散热 题材操作策略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讲讲 在到底联准会下一次 还升不升 到底什么时候降息都不知道 但是最近资金 已经明显转到了 债势来进行布局了 开始迎接大债时代 怎么选商品 休息一下 听号告诉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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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heese